欢迎收看新一期视频的视频,大家好,我是阿姆西 我们原上的第三期视频成功因为大家的点子三连而上了热门 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一期如约而至 公元200年的镇江,神庙守护者正式登场 这第一期可能会有点短,因为我当时的素材准备的不够 我们第二期的话肯定会长起来的 本期如果因为大家的点子三连而上热门的话 我们第二期跟完立刻爆肝第三期 那么为什么不是爆肝出第二期呢 是因为我现在手上没有素材了 想爆肝也爆肝不了 为什么叫神庙守护者呢 就是因为镇江开局只有一座庙 而周围几乎全是强敌 比如曹操,比如刘备,比如袁绍 而我们镇江自己的话呢 缺兵少将,又穷又弱 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开局的难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当然了也有一个比较简单的破局方式 就是去欺负在山东的园坛 但那样的话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所以我们这个党的话呢,定一个小规矩 就是袁绍曹操和刘备啊 这三个势力至少有两个势力啊 要和我们开战 而且呢,我们不去欺负那个软柿子元坛 尽可能的提高一下我们的战役难度 镇江派系的特殊机制呢,是一个恶名系统啊 待会我们进入战役之后呢,我们再看 特有兵种呢,是营辅兵和魁首前军 是双手持斧还带弓箭的特殊部队 镇江本人的加持呢,是派战斗职增加100点 并且进攻的时候,所有的部队全部杀伤增加15% 还有来自纳贡的外交收入呢,提高50% 这个所谓的纳贡呢,其实就是汉家势力啊 被迫向这种贼徒啊,交钱,交粮,交人啊 大概是这个意思 但是作为代价呢,镇江是不可以附庸汉朝派系的啊 交出来的话呢,其实还是比较亏的 双几弹永久人物,我们直接开始 大王,眼下强敌环似,危机四伏 恐怕战事将近 曹操势力虽大,辟你众诸侯 但他树敌过多,在多处生出战端 已是自顾不暇 夺取他的土地,应非难逝 您与主南元氏并无过节 曹操或为更加稳妥的目标 此举甚至可能迎来袁绍的友谊 为您争取宝贵的时间 刘备也开始向曹操发难 使其兵力受制,后方空虚 如果您在此刻趁虚而入 大王,前程坎坷 但您的决心世间罕有 粉碎这些粗疏于玩的名门士族 赢回您应有的地位 正将开局给了两个任务 一个是让我们攻占蓬城 一个是让我们称雄下批 那么这两座城都在我们旁边 而且都在曹操手上 而曹操的实力自不必多说 非常恐怖 而我们正将开局只有我们正将 一个拿得出来的将领 而且闪避特别低,几乎没有 所以说单挑也不太可能 只能走马战 如果说你一个人想说 打得过刘备,张飞和赵云他们的话 简直就是异想天开 你想说你打得过后面招出来的许楚 曹操的话也有点困难 所以说这开局需要好好地动动脑子 看看怎么才能最大化发挥我们的实力 而削弱敌方的实力 但开局也不是说正将一点优势都没有 最起码他的加固匪窝庙宇 开局一座庙嘛 城防军特别多,你们看到没有 如果说你实在打不过刘备和曹操 退守蓬城鲁线还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 你随便招个半队 加上这里的大半队的话就有一支多的满边了 攻击可能有点困难 但是防守绝对是无余的 但是正将作为匪徒 如果说你不能一直攻占城市 赢取胜利的话 你的恶名点数就升不上来 恶名点数提高之后 可以增加派系满意度 提高声望 提高纳贡的外交收入 但是会降低和其他派系的关系 你的恶名越高 关系降得越低 但是达到四级之后 你整个派系的所有部队都会启用不愧 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强 如果达到顶级传奇汉匪的话 还会全派系启用金鹤 全军金鹤 全军不愧 你整个部队的话 实力会变得非常强 然后你把别人打残之后 再让他对你交上纳贡 而纳贡收入又能翻上150% 还是非常舒服的 正将开局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手下人的忠诚度特别的低 但是我们有一个储君 也有一个助相师 让我们可以解决两个人的忠诚度问题 那么这个土匠的话 我们就不要了 直接查抄掉 我们开局往右边走 准备进攻下批削线 招一个木匠 然后把水枪上的两弓箭手换成弩兵 再把金枪上的水兵换成脸石队 那么现在的钱不够把引辅兵换成奇兵了 我们就下回合再说 这回合由于我们都是替换部队 新招的部队只有两支 所以说我们不需要开分赃 不要浪费 第二回合我们替换出奇兵之后 直接攻向下批削线 这段天到敌方有2640个人 看起来挺多的 但是由于他没有将军没有骑兵 打起来是很容易的 我就不浪费时间展示给大家看了 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打法 首先就是让你的三个将军直接冲阵 寻击干掉 或者说打跑他的弓箭手 然后你的全部部队推进 用步兵顶住他的步兵 骑兵将军背冲一波 过眼手稍微射一射 敌方也就全部崩溃了 一般来说你损失个一两百人的 也就可以获胜了 那么为什么我这边损失了三百人呢 那是因为我打得非常快 所以说一不小心让镇将坠马了 不过呢影响不大 关键是打完这张之后呢 千万不能选择占领啊 一定要选择截略并撤退 如果你选择占领的话 刘备会直接教你做人 我们镇将勇不疲劳 甚在持久作战 但是不甚在爆发作战 敌方部队比我们多 将军比我们强 而且三个将军的话呢 都有这个连结的成分 死掉一个 另外两个直接封掉 这张你是打不了的 但如果你是截略并撤退的话呢 刘备会攻占此城 而你自己的话呢就安全了 而且呢 还能把曹操勾引过来 后续直接干掉 我这个开局呢 并不是最优解啊 因为我当时玩的时候呢 只是把它当一个试玩在玩啊 并没有特别认真 大家懂吧 但是后续的发展呢 是非常好的啊 你们看上去就知道了 强烟军往后撤一手 第三回合 我们就将再往上走一步 看到能不能进一步的 勾引到曹操 如果可以的话呢 就可以配合我们的 神庙守卫 赶爆曹操 然后我看多少钱啊 我有2400块 然后呢 当地有集结地 补元加10% 现在我们的补元是17% 如果说我们再开一个分赃 再加25%的补元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将军血量 可以直接补满 很好 很关键 然后骑兵的话 最好再来一点啊 这个山贼解粉 刚刚那张的话 看得出来 有点太弱了 有点太弱了 冲锋加成太低 招上个几对 山贼解掠吧 这边的话 我们再招一对山贼团 然后等曹贼上了下围盒 我们可以原地伏击一下 哎 哎 我哎 曹贼 怂了 他居然去了下皮靴界 那刘备怎么说 刘备们也不打他 哎呦 曹操最多走到这里 最多走到这里啊 那我就站在这里 我就站在这里 他如果打我 我就直接一个后退 这样他摸不到我 他也跑不了 是不是 拉到税率的话呢 我们就不需要这个分赃了 惊喜的也只付一百块钱啊 没问题 曹操他果然来了 哎 不出我的锁料啊 啊 是不是啊 我一个撤退 你怎么办 你也走不了 你就在山 哎 哈哈哈哈 老曹啊 终究还是被我算计到了呀 刘备这个时候你不打他一手 强行军的呀 我天哪 这你都不打他一手 曹军这里呢 有两对重装虎暴旗 一对普通虎暴旗 再加上一对橱虎 还有一对普通骑兵 那么这么多的骑兵配合曹操的这些将领呢 实力非常强 但可惜的是他们整队强行军 再加上大冬天降低15%的移动速度 他们整队的骑兵将领优势呢 已经被削弱到了极致 现在是我们进攻他的最好时机 斩攻的话呢 我给他一个右将军 加10点的土 提高一下我部队的这个士气啊 目前是32 33 点上右将军呢 就变成了33 34啊 提高了一点士气 多一点是一点啊 这个水降 怎么只有6点出生度了啊 为什么山子贼的税率会减出生度 哦你的钱不是从民众里来争来的 是从手底下的这些人手上空出来的是不是意思啊 而且为增加人物俸禄50%啊 但还是划算 毕竟他可以降低25%的不取位置费用 并且全派系士气驾驶 贵贵 这个是我目前能运作出来 和曹贼实力相差最小的一战了 他不仅兵力也就那样 而且呢 部队不满 并且他还强行军 这一场曹操的重装虎包旗呢 本来跑的就慢啊 再加上这个雪地和强行军之后呢 基本上谁也追不上 所以说呢 他就相当于没有骑兵一样 你们知道吗 那么在敌方没有骑兵或者敌方骑兵威胁不到我们的时候 会通常使用什么样的战术呢 没错 自然就是将军勾引战术 单将突入勾出一个干掉一个 勾出一个干掉一个 直到敌方战力参加到我们可以正面对抗的时候 我们在全军压上 一鼓作气 拿下敌军 你要出来追我啊 年轻人 你想清楚 你已经没了 这个我有点没看懂啊 这不是白给吗 这你不是白给吗 这不是啊 哎呀我的天呐 干掉一堆骑兵呢 只能算是吃的到甜点啊 我们现在来吃一下正餐 砍一下曹操 哎呦徐楚来了再见 再见 你楚歌还是你楚歌啊 我这曹操卷有144的移动速度 但是红体力加上血滴的话 导致他的移动速度跟我差不多 特别惨 一刀 再一刀 徐楚没来吧 只要徐楚不来问题不大 哇 曹操在军阵之前要被群殴致死了 曹操一死了 徐楚的伤害直接翻到了7000多的破甲 所以我们不可能像杀曹操那样杀徐楚 我们一定要配合自己的骑兵 所以呢 一定要把徐楚勾引到一个足够远的他军队的位置 我退回去了 我退回来了 好 可以 冲 把他勾回来 把他勾回来 兄弟们把他冲了 这个牺牲一队骑兵 把敌方拦 愤怒吧 漂亮 技能中了 技能中了 还差一刺 还差一刺 振斩虚楚 骑兵撤退 全军撤退 虚楚人呢 哎 哦 虚楚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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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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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敌将已被我军斩了 哎 用这只骑兵把这个虎包器勾引过来 然后把他围杀干掉 骑兵在墙没了将军还是不行的 可以他骑兵过来了 可以 非常好 留一只骑兵警戒 留一只骑兵警戒 他开了追星阵 不管他不管他 先干掉一个 哎 我让你追我 哦 他来了 他来了 他如果来我就跟他拼 他不来我不管他 来啊 他怂了啊 哪怕重装虎包 其实这个时候也得怂 因为我们人实在太多了 几番消耗之下 他还在这开援阵 我谁理你啊 离这个远一点我不想追马 砍寻御 砍掉寻御就没有封技了 刺刀可斩杀寻御 他往援阵里面溜 哇好聪明 那就不管他 赶快 整个曹军现在任我示威 我想怎么样 我就怎么样 他反正追不上我 将领他也打不过我 打得过我 这样你都给我砍了 太惨了 太惨了 攻守全部被我镇上一个人杀光 太惨了 我天呐 感觉有点太赖了 来来来来来 曹贼 我们正面相搏 真刀真枪干一下 我们不要搞这些花里胡etics的东西 冲来冲去的算什么本事呢 是不是 对我就是说你啊 转招火爆器 我木匠是蛮血的 随便你冲 这里可以 用毛病勾一下 站定 哦 哦,他直接被我拉住了,那挺好,弩兵,射击攻略手 杀下巡域,振交,杀下巡域 骑兵拉开,毛兵顶上 冲击骑兵,盖子瑞骑兵在对敌方步兵线进行一波被冲 那么这场的话呢,我们也就可以拿下了 两个倒了都没抓到,巡域都是抓到的 巡域明满天下天宗英才,尽职尽责,性遭失放 我们这一次只损失了270个人,损失非常非常小 巡域直接跑到了刘备,陈下,看起来是要给刘备送菜了 但是呢还不一定,因为每回合动的时候呢是曹操先动 然后才是其他势力和刘备啊 那么既然如此的话呢,巡域还有可能跑掉,对吧 就算跑不掉,脱刘备几位和呢也是不错的 因为我们最高税率会降低人物的满意度啊 所以说你看这个从前他的满意度就特别低啊 而其他人满意度呢普遍在黄色以上啊 所以说我们现在把从前踢掉 这样的话呢,左上角的这个负面派系debuff呢 下部阁就可以消掉了 哎呦,这个巡域 刚刚的大家都看到了啊,这个刘备呢是追着曹操往北去了 但是呢他也有可能直接破我们老家,对不对 于是呢我们就直接回老家 然后伏击一下看看能不能把刘备勾引上来 我们直接把刘备也给他灭了 我们手上这点兵这点将硬打肯定是打不过啊 但是如果配合我们老家神庙的守军 那就完全可以一战了 没想到刘备不仅没有偷袭我们的神庙啊 甚至还想和我们和谈 那么我想了想还是不签了 为什么呢? 就像我一开始说的,我们为了保证难度啊 刘备,袁绍和曹操我们至少要选择两家开战 并且不捏东边的软柿子圆坛 那么这种情况下面的话 我觉得打刘备和曹操呢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因为袁绍这里的话呢 我可以去跟他签一个用兵条约 这样的话我们打曹操就会收获更多的利益 而且北边的袁绍呢就不会再攻击我们了 我们可以放开手脚进攻南边的刘备和曹操 你陈玉不愿意投降袁绍,反而愿意投降山贼? 这是莫名其妙啊 陈玉随机应变,骄痕自大,残暴不仁,性遭招揽 于静咄咄逼人保持戒心,英勇无畏,性遭释放 再拿五百块钱,哎呀舒服 在东郡附近的余境呢,莫名其妙的过来松了一波啊 那么既然如此,我们就直接杀向东郡 以东郡作为据点背靠袁绍,准备对曹操和刘备进行反击 人才市场里出现了谁? 居然是张晏 不过算是也差不多了,我们歪刷的时候是两回合灭掉了张晏 那么在AI手上的话呢,六七回合灭掉张晏呢,应该也差不多 有了张晏之后呢,我们整个势力的情况就会好上很多 不再是镇江独木难支了,是不是? 为什么之前不打刘章招? 就是因为我们镇江啊,别说马战砍不过他们啊 就算单挑一个个拉出来,我们也打不过 因为镇江的闪避呢,他是零 但如果当时我们手上有张晏的话呢,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就相当于是有两个永不疲劳的核动力将军了 他们俩如果结婚了,每天晚上弄到白天 再出去打仗,打完仗回来接着弄 反正免疫疲劳,你懂吧?太草了 哦,对了,别忘了把张芳招进来,把他身上的猪啊 还有铠甲呢,给他剥掉啊,然后呢,再把它放出去 相当于是花了二百块钱,得了两件装备,雪赚不亏 鱼镜,居然坐船跑了 不愧是鱼镜啊 鱼镜呢,虽然跑了,但是整个东郡城我们想拿下的话呢 自动还是雪人先生啊,所以说我们需要进去手动一下 大家有所不知啊,我们队伍里的这个木匠窄弓呢 一直想成为像吕布那样的战神啊 我们在这战中呢,就可以让他冲杀在前 不必顾及他的生命安全,因为他如果活下来了,那他就成为了战神 如果他去了,那么我们正好免费换上新招募的张燕 这样的话呢,又能省下几千块钱的招募费用 一局两得 我山贼团第一勇士 正面充满,啊,你怎么追马了 啊,怎么回事 啊,宅公我会救你的 我先帮你斩杀掉这波石刀骑兵,好吧 你先奋战一会儿啊 他应该跑不出去 这门口三四个箭塔的,他能跑得出去 我特意选了一个四箭塔的 诶,他事情恢复了,妙啊 来,你再发挥一下这个战神的风格吧 哪怕自己已经变体鳞伤,也要奋战致死 战神不都这样子吗 我们这个战神窄弓啊 已经把我们夺下了这个城门啊 你看看,这就是战神啊 一点也不吹啊 窄弓,下一步就是你死 不,下一步就是你发动决死冲锋 来来来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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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让他冲 我还是让他去送天塔比较好 对 他冲进去可能一下子就崩了 然后呢,直接就逃出去了 这不行啊,这不行 作为战神不能只会打这个,打这个士兵啊 你还要学会和箭塔对抗 没错 把那个箭塔拿下,这是你最后的任务 誓死如归的战神窄弓冲向了箭塔 他说主攻交给我的最后一个任务 就是夺战此箭塔 我只要完成这个任务 就可以功臣名就 回家抱孙子了 胜利 胜利 就在眼前 我可以做到的对不对主攻 我一定可以 主攻我觉得我不可以,我先溜了 哈哈哈哈 他士气崩了 还有1200点血 能成功逃离吗我的宅公 祝你好运 啊宅公你怎么死了宅公 不 我满血了 不 你怎么死了 啊 是我只会失误了 不宅公 为宅公报仇 为战神报仇 以这对十几轻位 祭奠我们死去的宅公战神 郑江也成功杀到了600人 这座城是个五级城 我们就不如雷冰仗 一个当主城 把这座城当主城 我们战神以王 那怎么办呢 哎 只能让那个新来的叫张燕的顶上来了 宅公啊 我会让张燕 代替你走下去的 我们刚刚郑江杀了600人 我们获得了一个头型 叫做雪龙 当然了我们郑江自己是不能用雪龙的 但是我们刚来的这个新人张燕是可以用的 降低50%的渴望高位 加200点的凤鲁和15点的火 还启用惊骇 还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头衔 给园台250块钱加头猪 然后他愿意跟我们签这个贸易协定了 好家伙 加了吧 咱们太缺钱了 真的太缺钱了 至于袁绍的话 反正我们先怼一个佣兵支援 我们打操操 最多像袁绍要到每回合77块钱 持续20个回合 虽然钱不多 但是最起码袁绍在20个回合之内 是打不了我们了 我们就免于了负倍受敌 我们要击败曹操的一支部队 可以拿到1000块钱 这个余镜我只要打的话呢 诶 这不正好完生任务吗 正好完生任务 舒服 我已经放过余镜一次了 你要不 嗯 考虑一下 他还是余镜的敌手诶 那就不用多说了 圆珠宝 心之口快 无可挑剔 残暴不仁 惨遭处决 然后我们再拿500块钱 再完生任务再拿1000 好起来了好起来了 一切都好起来了 嗯 然后东郡东平这座城市啊 我们必须把它拿下来啊 不然我们这个行审 它是不统一的 再花2000块钱啊 让张燕和镇江 操办一下大婚之事 哎呀 两个人都是六级 都是木匠 都是贼手 都是永不疲劳 哎呀 夜夜大战300回合啊 争取你们多给我生点孩子 好吧 然后再来看看我们的人才市场 结果炎白虎又出现了 镇江张燕 炎白虎 好家伙 三大贼手 奇巨良山啊 这是 有点意思 正好我的钱也足够招他 左宁扇 哎呦 左宁扇也装备不错呀 看到没有 我们现在呢 经济有限啊 就先花1000块钱把这个左宁扇招进来 然后呢把它装备扒掉 但是呢 不把它提了 我们把之前招的一个土匠给它提掉 让这个左宁扇呢 当我们的太守 然后这样呢才会有余钱啊 再把这个炎白虎给他招进来 然后发现炎白虎比左宁扇更加适合当太守啊 而且呢 他重生度比较低啊 所以说太守就给他了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你看镇江 张燕 炎 炎白虎 齐聚一堂 要不是张燕来得早啊 镇江还指不定嫁给谁呢 你说是吧 要是帅气程度的话呢 我觉得炎白虎啊更胜一筹 但是没有关系啊 毕竟张燕啊 他戴着一个绿帽子 哈哈哈哈哈哈 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而目前整个天下的态势呢 是这个样子的 在我们镇江原本只有一座庙的时候呢 是被曹操和刘备啊所包围 在我们拿下东郡城之后呢 我们变成了被袁绍、袁潭、曹操、刘备四大势力包围啊 但最起码袁绍呢和我签订了游民条约 短时间之内呢是不会打我的 那么袁潭啊这种弱小的事业呢自然也不必担心 当然了我也不会打他啊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主要敌人呢 就还是刘备和曹操 但是我们这期的时间呢已经差不多了 更多的内容呢我们留到下一期给大家展现 那么就这样我们一开始给大家说的 如果我们本期视频因为大家点赞三连二双热门的话呢 我们第二期做完啊立刻给大家爆肝第三期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